两吨重的铁蚊竟然被人一拳哄开 而这个人身上却插满了钢钉 伤口中还流着鲜血 他却像是一个没事的人一样站在那里 守卫小兵在看到他后 顿时紧张了起来 而男人则是慢慢地 将脚上的大钉子直接拔了出来 接着又拔出手上的钉子 这要是换成其他人做这种事 不被痛死也会被自己给吓死 但这对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 他就是七元最之一的班 又一位实力强大的存在 这时在通道中走出一名剑袭圣骑士 看到班想越狱 二话不说持剑就冲了上去 一阵惨叫之后 只见班那全身所有的毛 都被剑士给踢了个干净 准确地说是班利用走位 让对方给他踢了一个毛 班甚至对他嘲讽了 让他再找托尼老师学一学 还有一些部位没有踢到 当班正在调侃之时 梅丽这边却已经是危机四伏 身受重伤的他 此时已经倒在了地上 还好被公主及时地发现 之后找来医生为他治疗 但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医生其实是个卧底 给梅丽卫下的正是迪迪卫 也不知道他能否扛得住 因为当他们到达这里时 早就被班锁在监狱的 四位圣骑士给盯上了 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强大的实力 敌员早已暗中布置 而且有三位圣骑士 已经埋伏在现场 就在这时只见 天空上一片乌云飘了过来 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不对 伴随着嗡嗡作响的声音 他们发现这其实是一群可怕的虫 虫子们马上发出了腐蚀液体 只要粘上连房子都会融化 虫羽瞬间就覆盖了整个城镇 公主猛然想起梅丽 还一个人昏迷在房间 不顾自身安危朝着她跑过去 但是别忘记了 这里还有一个七元罪之一戴安 一招出害虫灭 看来这个团队的人实力 还是相当可以的 这时戴安也朝着 昆虫的圣骑士冲了过去 当公主和小猪回到房间后 发现梅丽还是在昏迷的状态 顿时有些开始担心起来 这时在虚空处突然出现一个声音 这令他们十分的惊恐 而站在一旁的医生告诉他们 这家伙已经没救了 磕下了他的秘质毒药他死定了 这时那隐藏在暗处的圣骑士突然现身 表示他是来接公主回去的 在他看来梅丽已经不用再去担心了 随后他竟然对梅丽手上的那把剑打起了主 只是当他拿起时 梅丽的手依然死死地抓住剑身 费了九牛之力才将剑夺了过来 但是当他要驱走时 躺在床上的梅丽却再次紧紧握住剑头 而这个时候他全身爆发出更加强大的气息 面对如此强大的梅丽 圣骑士被吓得落荒而逃 但他真的逃得了吗